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Summer 目前正在和我的伙伴一起经营一个Podcast 叫做DS午餐宇宙 那其实不只是午餐,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的一个宇宙 我们的Podcast主要是聊科技,聊生活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追踪我们 那可以上Apple Podcast以及Spotify搜寻DS午餐宇宙 本集Podcast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9月3日,周日晚上10点半 新闻会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所改变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九十集的观测站李嘉乐 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这次呢,我们录音的时间是9月3号 那也就是军人节 那前两天9月1号呢,是记者节 所以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不知道听我们的节目的记者或军人都不多 但如果你身边有记者或军人 或你自己本身是这两个职业的 就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就是为台湾就希望大家继续守护台湾 为台湾的更好的资讯环境跟更好的国安环境 来努力 谢谢,感谢 谢谢,真的 方瑜要讲什么吗?还是没有? 没有 好冷淡 好,那另外呢,我也想讲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那个 之前,最近有人私讯我 就跟我说 关于我们的podcast要加影片这件事情 那我发现我之前的这个研究方法真的是很笨 我不是问大家都说 大家对于就是要加影片如何吗 然后大家的大部分的想法都是觉得 其实不需要影片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影片了 之后我发现我这个研究方法是没有够蠢的 因为这有很严重的selection bias 我问一群已经在我们podcast听得很OK的人 说你们觉得需不需要影片 就是那些已经因为没有影片而离开了 早就先走了,所以我根本问不到 所以我不应该这样问 所以我会再去问问身边 或是如果你知道 就是有因为没有影片而离开我们podcast的人 欢迎跟我们说 那我们目前还在讨论当中 因为我们的人力什么等等的 也需要考虑进去 对,所以呢 大家对于是否要加影片 也欢迎再给我们更多的回馈 我是教研究方法的老师 我要被骂了吗 就这个一开始这个样本就设定错误 对,还是你就是剪辑好手 也欢迎你加入观测站 赶快报名成为志工哦 感谢感谢,这个很需要 OK,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就是 今天会提到的新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政府宣布提供台湾 8000万的无偿军援 那第二则新闻呢 是我们来看从这个华为最新的 他们发布的一款新机型 我们来看一下美中科技站 再来是金砖五国 我们之前有大概提到一下 金砖五国扩大了 它现在从五国 然后跳到现在变成十一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国际情势上面 美中或是美俄中的抗衡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启示 那最后美国新闻的部分 我们快速更新一下大选 那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 美国现在的药品大战 OK,那本周的国际新闻的部分呢 东学在9月5号到7号 就是大家听到了这一周 会举办这一个高峰会 那不过呢 白宫已经在稍早就宣布说 美国总统拜登他不会出席 那会由Kamela Harris 就是贺锦丽副总统来代为出席 那就会就有一些人 他们提到就有可能 这个是显示 美国在缅甸危机上面 他们没有要去扮演一个主导的地位 那这个可能也会让中国扩大在缅甸 还有在东亚议题上面 东南亚议题上面的这个影响力 那当然这个东南亚这边 还有很严重的就是 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 OK,那这可能 对于北京在这里的影响力 扩张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一下 OK,那第二个国际新闻的部分 是澳洲的外交部部长 黄英贤他表示说呢 澳洲政府还有产学界的 还有媒体界 他们组成的一个代表团 会在7号的时候去北京 那这个是已经好像已经三年没有办的一个活动 那重新再跟北 就是COVID之后就没有办的一个会晤 这次再重新接上线 那他们也就是说 这个是希望澳洲跟中国可以稳定双方的关系 OK,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选的几个 我们认为蛮重要的国际新闻 这次比较多就是针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则新闻 OK,那第一则新闻的部分呢 是在8月30号的时候 那美联网社的报导指出 美国政府已经向国会 他们就国会支会会向台湾提供 8000万的无偿军事援助 那这次的这个军援呢 它是依据去年底通过的2023年的财政 NDAA我们常讲啦 就是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那当中有一项叫做台湾增强韧性法案 大家知道就是NDAA 他们常常都会把其他的法案一起包裹通过 OK,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台湾增强韧性法案 那这个法案授权国务院 从2023年到2027年之间呢 每年可以提供台湾高达20亿美元的这个军援 不过呢我们既然有提过就是军援有很多不同种的嘛 这次是一个叫做无偿军事援助 那还有什么融资啊blablabla 那我们请Leto帮我们解释一下军援的种类好了 对,就是其实这个军援呢 它可以分成两种 那一种呢是授权美国总统 可以动用的这一个总统拨款权 叫Presidential Drawdown Authority 那这个呢是用来对盟友进行援助的 美国总统拜登他已经在7月28号 首度宣布动用这一个总统拨款权 那总共的这个款项呢是3.45亿美元 那这个折合台币差不多是我掐指一算 算不出来 那第二种呢是对外军事融资援助 叫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就是FMF 那这个又可以分成是无偿的 还有就是需要还款的这种融资贷款 那这一次的这个军援呢 就是这个FMF的部分呢 是无偿的军援 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力的支持 那另外的话也推荐大家去听 就是这一个军事专家Tony Hu 他的这一个在百丁国的专访 就是可心不知道你听了没 有我听了我觉得收获很多 那真的是把很多内部 不能说内部啦 就是一些可能过去国防部 也不会跟我们讲的一些军售上面的程序 还有里面的一些角色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也听完很快就可以把很多的一些过去的阴谋论啊 或是错假讯行自动的就会消除了 因为国防部真的有很多就是不方便评论的 或是不能公开的资讯 所以这个时候透过就是一些退役的 或者是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知道详细情况的人出来跟大家说明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就是台湾真的对这种国防议题 有很多这种说法 其实那个说到百丁国 我发现这一集这个Tony Hu先生的这个专访 引起非常有趣的一个反应 就是我看到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转贴的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一种反应就是说啊这是百临国 啊超讨厌的啊 然后开始大家一直骂一直骂 就是狂骂就说 这个主持人怎么这样子 诶可是这个Tony Hu讲得很好 就是有一种反差你知道 因为蛮多就是台派讨厌百临国的 对我就是想要讲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最近在一些演讲的场合 就是有讲说 诶就是大家 你如果要争取任何人的支持 没有人用骂的你知道吗 就是用骂的别人是不会支持你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呃我们现在社群媒体 是一个高度分众化的这个时代 就是说每一个平台 或者每一种接收的方式 都有很多不同的群体 很多人现在就是狂骂 比如说百临国或者某一些主持人 我觉得是呃效果会很有限 因为你在骂的都只有在 你自己的这个群体里面会接收到 但事实上即使是像百临国 你不喜欢这个主持人也好 但是他们的这个腰道的来宾 的确是蛮多元的 那呃很多时候这些内容 也是很值得去推广的 那我就觉得呃大家不要 就是想太多 就是这些明明是很值得分享的内容 那就应该要把它分享出去啦 我觉得我觉得因为像那个通灵户 他里面讲到 因为他是退休的这个 之前从事一些 直接跟军事武器的买卖有关嘛 他是雷神嘛 他现在已经退休 那他就可以讲很多内幕你知道 而且这些内部是可以直接的 打破我们很多的那种以美论 然后打破很多那种军事的谣言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 很多人就说 你看这个美国给我们台湾这些军援 或者美国卖台湾这些武器 一定是一大堆油水啊 有很多人贪污啊什么 结果他就直接讲说没有 美国人标价都是明码标价 标一块钱就是一块钱 三亿元就是三亿元 没有任何的什么上下其手的空间 因为他的那个什么程序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直接的第一手的这个经验 那如果说有些人 我们有些人还在那边讲说 啊我不喜欢百灵果 所以不要推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就失去了一个 就是打破这种以美论的这种机会 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 那回到这一个 这次这个无偿军援来看 就是说这是美国提供的这FMF 是FMF它有两种 一种是等于是一种要还 一种不要还啊 这一次通过的这一笔是不用还的 总共是八千万美元 对不对 就是这一次通过的这一笔 那其实就是说 接下来几年内有好几笔 会一笔一笔的这样继续通过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意义其实就是要加速 就是让台湾的这个军事的准备加速 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按照过去的那一种 慢慢的通过这个军售的这种状况的话 就是会比较慢啊 就是说美国那边也要再跑一次流程 我们这边也要跑一次流程 整个会比较慢 所以这次等于就是直接 由美国直接先通过 大概是这种状况 那这个美国国会里面 会有很多的吵架 他们在吵什么 他们在吵就是说 这一次要多少 下一次要多少 然后有多少钱是要还 有多少钱是不要还 很合理啊 因为他们财政也有限啊 没错没错 大家都是这样嘛 那我觉得每次很讨厌 就是说在台湾 就会看到很多那种媒体 就会乱写 就说你看 美国现在不想要给台湾钱啊 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本末导致 因为其实军售本来就是我们要出的钱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防 这是我们自己的国防 不要搞错 就是说现在美国是用这种无偿的方式 赶快先给我们钱 赶快先给我们军援这样子 就等于是逼迫我们要赶快 加速那个准备 我觉得不能够搞错啊 但是这个 这个基本观念 大家要建立好 才不会被那种 就是有一些媒体这样子 就是带走 带走 对 而且尤其是外交的这种事物 其实真的是 很怎么讲 很细腻的东西 因为同样一批媒体 或是名嘴 他们在 呃台湾在审议这些对外 台湾的对外军援 比如 不能说军援 应该说外援 对外援助 就是给邦交国啊 或是非邦交国的这些援助的款项 都会说 我们台湾为什么要出这个钱 那相对的 就是这个时候 他又质疑说 为什么美国不给我们钱 这其实逻辑都是类似的嘛 就是说 我们在花钱这一方 就会想说 这个钱到底花不花的值得 就是这样啊 没错 那这个 再提醒大家 就是说这一系列的法案啊 军事援助 就是背景就是看到 乌克兰在抵抗俄国的过程当中 消耗弹药跟武器装备的 那个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美国现在就是有点 那种生产线赶不及 那他们就是决定要加速那种 各式各样的军售跟军援的进行 尤其是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准备 那我们这边也想要来回应一下 就是有一位网友非常 他说他热心吗 或者是这个非常的 对于这些国际事务很热忱的网友 他每天都会来我们板上喊说 你看美国卖给我们什么武器没交货 这个没交货 那个没交货 然后他就贴一场串这样子 其实这都是假新闻 因为我们在上周有看到一个新闻 要补充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国防部啊 送给立法院的这个预算书里面有讲说 比如说今年有多少东西要交货 明年有多少东西要交货 就是他在预算书里面就会讲说 每一笔军售的交货时间 例如说最近就是布雷系统 就是大家还记得吗 前一阵子还吵蛮凶的 很好吃的 嗯 烤布雷 对这个布雷 不是那个烤布雷 是那个要布地雷 地雷的这个铺设的这个系统 布雷系统我们要买14套了 其中7套在今年底就会先给台湾了 然后后面7套会在2026年的时候给台湾 布雷系统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当中共要登陆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着那个布雷车 不是卖那个烤布雷的车 是那个要布地雷的车 跑到我们那个摊岸上面去 把它布满了地雷 这样子中共的这个军队要抢摊的时候 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那他们遇到很大的麻烦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再拿出我们的这个像是海马斯火箭啊 这些东西给他来一顿这样子 大概是这个意思 可是就是一方面就会有这些像这种热忱的网友来一面讲说 你看美国都不给 美国都什么就是这个都没交货没交货 但实际上有在交啦 一方面就有人讲说 那个如果那个我们在海滩上有布满的这个地雷 那如果有人去踩到会爆炸怎么办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嘛 在打仗的时候 中共要打来了 你不会还要去海滩玩吧 等一下 我们再次反驳 上一次那个 上一次那个 普罗斯来了 然后大家都跑去 没有大家 但不少人跑去海滩 在那边看喔 没有 可是那个就是没有要登陆啊 如果现在中共已经要登陆了 他大军要登陆 你怎么不会还跑去海滩吧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不一样 而且布雷它是有侦测系统的啦 就是Tony Who也有讲 就是你人在上面 他基本上不会爆啦 他是有侦测 对就是要开 那他是防战车的啦 防战车的 对 不过上一次的确也有立委讲说 有人会开车去海滩怎么办 这种事情 我觉得拜托 这不需要再回答了吧 对 因为你有人开车去海滩的时候 那个布雷系统都还没有开好吗 要讲这种东西 永远都可以把一大堆 很不可能的东西 把它讲出来啦 但这真的对台湾的 实质的讨论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好 那 我觉得刚才这边提到了 很多这种以美论的论述嘛 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大家 大约在九月中的时候 IORG就是 专门做资讯操弄 研究的这一个团队 跟观测战 我们会办一个记者会 然后也会针对以美论 去做一个讨论 然后还邀请到了正大的黄兆年老师 以及这个东海大学秋世宜老师 我们一起来讨论 以美论 以及在以美论的这个框架之下 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一个台美关系 那大家到时候可以去 关注一下这个记者会 那最近IORG也有发表一个 以美论的报告 然后呢 我们观测战的小编 其中一位小编 在National Interest National Interest是一个蛮重要讨论 外交政策的一个期刊 算期刊吗 国关杂志或国关期刊 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小编 他也有在上面就是讨论 这个US Skepticism 如果大家直接打这以美论 US Skepticism and National Interest 大概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找到这一篇文章 就非常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以美论出来 它反映台湾人 什么样子的心理 然后中共在这一个 以美论的战术上面 这个资讯战术上面 他们又着重哪些的 哪样子的以美论 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啦 那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进入到 你的第二则新闻 OK 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听众 在关注下 应该是下一周 9月12号要推出的 这个iPhone15 那但是呢 最近 iPhone的这个 关注度好像有被抢走一点的 是被谁抢 就是华为 他们在29号 他们无预警的发布了 这个叫Mate60 他们一个新的Mate60 Pro 这个新的手机 那这个手机亮相的时候 刚刚好 也就是这个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他正在访问北京跟上海 然后这个访问 也还蛮高调的啦 OK 那为什么我们要来 讲这款手机 请Ledo跟我们讲一下好了 对 就是这一款Mate60 Pro 它其实被认为是 美中科技的这个 竞争的一个指标 许多中国人其实都希望华为 这一家中国最大的公司 可以克服美国的科技制裁 所以都把希望寄托在 这一款手机的身上 那这一款手机到底有多厉害呢 为什么厉害呢 我们现在没有要卖手机 但是如果Mate60 Pro 你们要donate的 先不要 不要 不要换我 华为不要 不要不要 先不要 OK 那就是Mate60 Pro 它是领先苹果的手机 成为全球第一支具有卫星通话功能的 这种大众可以使用的智慧型手机 而且它是接入华为的AI 就是所谓的盘古大模型 然后有多种的这个AI的运用功能 而且据称有4G的技术 然后达到5G的速度 那这个呢 是华为的麒麟9000S行动处理器 另外的话 Mate60 Pro还宣称采用了华为晶片 它的这个海思设计所使用的 刚刚讲的这个麒麟晶片 那很多家的网路媒体都报导 说这个晶片是用了5奈米的技术 不过虽然说现在最强的是3奈米 但是只有比现在最新的科技晚一代而已 可是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实很难证实 像彭博社他就是说 目前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晶片的制造商 或者是到底有多先进这样子 最后我们讲一下这只手机的售价 大概是6999元 那就是人民币 那台币折合的话 大概是3万块左右 那超过了这个900块美金 如果华为发声明就表示就是说 这个MassCCT Pro 不会在中国以外的市场退出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 可能要 大家是可以不用买了 可是不得不说 你去那个什么一些大卖 什么那种三创啊 这种地方看 都是满满的都中国品牌 我有个朋友 而且我在希腊的时候 几乎所有 没有所有人 就是百分之五十的人 很多都是用华为 而且他们就是有拍照 拍的真的还不错 对啊 就是中国的手机 你不能不说 他们做的很好啊 真的不错 而且很便宜啊 重点就是很便宜啊 就他拍的是iPhone的品质 但是是 OK差一点点啦 但是就是 他的价格大概是一半吧 对啊 就是中国就是有办法做成这样 但是这个 我们必须要说啦 就是说 中国为什么有办法做成这样 是因为他们都是请全国之力啊 就是整个国家去补贴嘛 所以其实我们常在说 现在美国跟中国的竞争是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 这种资本主义 对抗国家型的这种资本主义啊 就是说整个国家去补贴 那种就是国有企业啊 几乎每一个中国的那种企业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 不过anyway 就是我们在讲回 为什么这只手机 现在变成全球的头条 是因为美国不是在制裁中国吗 尤其是在制裁中国 不允许中国拥有最先进的晶片 那华为公司这只手机 最先进的手机做出来 大家就想说 那它晶片是哪里来的 然后这个就有些人就说 它是不是有那种5奈米的这种晶片啊 就等于就是它只落后人家一代 那这代表就是说 哇中国超级强 即使被美国制裁 也可以弄出这种晶片 那现在很多人就会开始说 就是开始有人去拆解啊 或者去分析这样说 那最新的说法是说 里面这个晶片 大概是中芯公司 就是中国的这个 他们叫芯片啊 就是我们的晶片啊 中芯公司他们用 14奈米的制程弄出来的 不管是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虽然是 比较没有这么厉害的这种 就是技术 可是你也蛮厉害 因为你是被美国制裁 然后他们就是用一个 所谓的影子公司 就是你在全世界 用第三地的方式 弄来相关的东西这样子 等于是你挽了人家 两个世代的制程 可是你做出最新的5G手机 对那现在就是中国网民 就是一片欢欣鼓舞 认为说你看美国制裁失败 我们大中国超厉害的啦 之类的 那其实先前这个 有一个晶片公司协会 就是晶片这些制造 半导体公司所组成的那种协会 他们其实之前就有警告说 其实华为在中国各地 就是用一系列的那种影子制造网络 就是说 即使他华为自己被列入黑名单 可是他用其他的 不是列入黑名单的公司 来去买相关的东西 这样子 他还成立很多小的新公司啊 然后一大堆的那个 对对对没错 董事基本上就是华为的人过去开 而且啊 就是有一些这个半导体专家也有说 这个沙头生意有人做啦 这个就是 还是有很多像台湾的厂商 或是很会去帮忙 这些这些华为啊 这些公司这样子 那去年我们这边补充 去年就有一篇新闻指出 中国的这个中芯公司是 直接抄袭了台积电的晶片的这种 设计的这种方式 但是他用的是比较旧的技术 制造出7奈米的晶片 就是他不用做最先进的晶片 没关系 台积电现在可以做3奈米嘛 然后现在正在弄那个2奈米的那个厂 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我讲错的话 请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个指证一下 就是说他们用的技术 没有那么先进没关系 但他们还是可以把它弄出来 就是晶片还可以弄出来 那他们是用所谓的DUV 这个机器把它用出来 美国现在呢 是禁止大家卖 所谓的EUV这个机器 就是有两种 EUV是比较先进的这样子 那荷兰的这个半导体出口呢 是在9月1号的时候 才有一个新的规定 就是要加入 荷兰加入了美国跟日本的行列 就是这个艾斯摩尔公司 禁止出口新的这个机器这样子 那但是到年底之前 还是可以卖DUV OK 也就是说 他们还是可以用DUV 来制造出一些 比较没这么先进制成的晶片 然后把它拿来弄在新的手机上面 其实这个还蛮厉害的 这说实在真的是蛮厉害的 根据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 今年啊 就是到前7个月 中国从这个荷兰进口了 26亿美元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DUV 还没有被进的这个DUV 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总和了这样子 等于是他们开始在囤积这个 制造晶片的设备这样子 那所以说其实中国 上有对策下有这个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 其实也是真的是蛮厉害的 我讲回到一下这个科技站 我觉得帮大家补充一下 就整个脉络好了 就是其实科技站的序幕可以 等于就可以说是华为 慢慢的把它掀开来的嘛 就是2018年最 大家知道这个华为公主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嘛 那之后华为也算是在这个 美中科技站下面受冲击 最大的一个公司 那2019年的时候 商务部又开始对华为 实施这个出口管制 那2020年又再度 就是加强这个出口管制 基本上就是 是要让华为很难 很难拿到 就是他们5G手机需要的 这些高性能的半导体 那今年1月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又决定 要求就是更多家的公司 美国公司 你不准再向华为出口 这些美国技术的产品 OK所以我们刚才 一旦一直讲 讲到这个商务部 商务部商务部嘛 对不对 那一开始也有提到 就是说现在华为 就是释出 就是发表这个手机的时间 刚刚好就是 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去访中的这一个时间 所以他在这个时间发布 这个新手机也是蛮有趣的 那其实因为商务部 就基本上面就 基本上就是 算是制裁华为 或是像之前 美国硬碟的那个大厂 那个Seagate 他们有违反这个出口禁令 那也是由商务部 去调查去处理 所以就基本 就是这一些去处理 华为的这些问题 都是商务部在做 然后像刚才 方宇有提到 就是他们有可能会成立一些 华为会成立一些子公司嘛 然后让子公司好像就是 去洗他的洗品牌这样子 那这个商务部 也已经有在调查这些事情 所以 再加上 就是现在又是 iPhone要去推出的 iPhone15要推出的时间 所以好像真的就有点在这个时间 特别在这个时间点 把这一个手机发表出来 好像是一个宣誓性的 反驳掉 或者去抗衡这一个 商务部的这一些行动 然后也去 因为美中竞争 美国的一个非常大 自由市场那个最大的 最强的就是iPhone嘛 然后也去跟他 好像是有点较劲的意味啦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刚才讲了这么多 对华为的制裁 到底对他的影响 对华为的影响是什么 那在2022年 一整年华为的全球销售 是6423亿元 相较前一年 他就增加了不到1% 是0.9% 那今年2023的首季的 这个销售收入 是去年 就跟去年同期去比 就0.8%的成长 就非常 这个成长非常低啦 那再加上现在 中国的经济也蛮糟的 所以就大家真的是 就华为真的是有受到 这些禁令的影响 然后再加上现在 中国经济很糟 所以可能真的很多人 把这样子 美中科技战 然后中国战胜 美国的这一个 希望寄托在 华为现在新出的 这个Mate Mate 60 Pro 不过总体而言 我们还到底 这个是 这个Mate 60 Pro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 显示说 中国可以 透过这些弯道 或是这些小的方式 去绕过美国的 这一些制裁 我们还要再继续 关注 因为 华为对于 这一支手机的 一些晶片的资讯 还有销售的 确切资讯 都还没有完全的 很公开 那例如说 他刚才我们有提到 就是他使用的 这个晶片嘛 就为什么大家 要在那边去拆解 然后到底是用 哪一家的晶片 这些都 没有公开的 所以现在大家在 我觉得还可以注意 就是说 他其实他的成本 应该会非常的高 可是他也 应该不会有公告 这样的资讯 对对对 而且他们这一次 因为华为手机 之前都还蛮贵的嘛 这一次的价钱 是非常 以华为来讲 超贵的耶 他到台币三万耶 对华为的手机来讲 是很贵的 所以到底他 这如何反映 他们的成本 这可能真的是 要等后续 更多专业的人员 去拆解 去溯源 我们才会知道 好那观测 再也会帮大家去更新 OK好 那所以这部分呢 就大家再关注一下 那我们也请Leto 帮我们补充一下 雷蒙多的这个 美国商务部部长 访问中国的这个旅程 对没错 就是在这个 27号到30号 雷蒙多呢 他接连访问了 北京 上海 然后和这个 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强 还有中国的商务部长 王文涛 这些官员会晤 那并且拜访了当地的 这些美国企业领袖 还有教育机构 雷蒙多呢 在回国的记者会上面提到 他说 虽然这个星巴克 迪士尼 有约大学分校等等 这些是例子 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 还有很多的交流 就是商业啊 文化啊等等 这些领域的商业交流 可以做 可是呢 美方依然会继续在这个 竞争的这种 不公平的环境里 去替美国的企业 还有员工发声 因为他说他这一趟 就跟中方提到 就是这种 滥用政府补贴啊 或是对美国的企业 突击搜查 然后去窃取 智慧财产权权 这些问题 他说他就是 直接的跟 中国官员表示 对 就是讲这些点 那雷蒙多他还证实 就是有当面向中方提及 自己的电子邮件 被中共海客 入侵的事件 说哎 这类的行径 在我们试图 稳定关系 增加沟通管道之后呢 这反而会侵蚀 我们彼此的互信啊 会侵蚀信任这样子 我觉得雷蒙多 就是很想要告诉美国 就是说 我凶的的话 还是有讲 就我没有 就是对中国太好 但我快是回应两点好了 他刚才讲到 MYU的上海分校嘛 就是 确实 MYU的上海分校 一直在疫情啊 或是什么 就都还在 然后也算是一个 还是蛮多人 几着想要进去 MYU的上海 MYU上海 但大家也别忘了 MYU在全世界各地 就是都有 我们在布拉格啊 在阿布达比啊 在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的学校 所以呢 就是上海 其实听说 有在缩边的样子 然后蛮多的老师 决定从上海离开了 这至少是我 两年前 不是 去年参加 校友会的时候 听到的一些消息 所以 嗯 就可能也没有 他想象的中的 那么的美好 那 我相信 MYU也是 一定有碰到 很多的压力啦 就是 他必须要去控制 这一个美中之间 商务上面的 这一个 对世界的冲击 但是同时 要去 要求中国改变 但又知道 中国不太可能改变 OK 所以 嗯 我们就继续看着 事情怎么去演变吧 好 那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第三节新闻 OK 那 我还记得 我小时候的时候呢 常常听到 老师会讲说 现在我们 大家要提的是 金砖四国 那时候还是四国 然后慢慢长大之后 就变成五国了 好 那现在五国呢 要 我们前几周 有提到说 要扩大为十一国嘛 好 那金砖五国 到底哪五国呢 就是BRIX B就是巴西 R是Russia I是印度 C是中国 S是南非 好 所以就组成这个BRIX 金砖五国 那这个词呢 是由高盛集团 他当时的这一个 首席经济学家 Jim O'Neill 他发明的一个词 那主要就是 就是 以经济机会为主啦 因为就是 刚才提到 这些国家 其实是硬臭的吧 当时应该是硬臭的吧 但他们也真的 就是还蛮 就后来真的变成一个 真实的 那个国家的 那个聚会 对对对对 那他们就是 人口很多嘛 然后又加上 都是发展中国家 就觉得是一个 很充满 充满经济机会的 这个组成 OK 那我们有 Trivia时间 就是会小 他不是说 很期待这个Trivia吗 好那呢 我来考考大家 大家猜猜看 刚才讲这个 Briggs是Jim O'Neill 他发明的词嘛 那他有推广 他并不是发明 但他有推广 另外一个词 也是由四个国家 组成的 叫做薄荷四国 Mint M-I-N-T 那也是M-I-N-T 一个个单字 代表一个国家 OK 大家猜猜看 是哪四国 我们待会在 这个新闻 讲完之后 来公布答案 好 那讲回来 这个新闻呢 就是Briggs 他原本四个国家 之后又增加了南非 只有增加过一次 那现在呢 又要再一次 增加到十一国 那总共增加 阿根廷 伊索比亚 埃及 伊朗 沙udi 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那变成金砖十一国 OK 那这些国家的 共同特色 就是看起来 大家听应该都觉得 不是很民主的国家啦 好 那Lero 可以帮我们再补充 多一点关于金砖的 这个小资料吗 对 就是其实金砖五国 它的国土面积啊 人口 还有整个经济的总体来说 都是没有办法小觑的 那由于中国的经济 是高速的发展 那近年来再加上印度 所以根据估算 在2021年的 这个经济总量 已经占了全世界的 25% 那贸易总量的话 是全世界的17% 虽然就是 一目上的这个GDP 还是比不上这个G7 可是实质的GDP 已经超过G7了 那另外的话呢 金砖集团它还成立了一个新的这个开发银行 就叫New Development Bank 那它的这个成立呢 也成立了就是新的这个美元替代货币为目标 就是说我们要用新的货币来替代美元 不要让就是美元来 呃继续在这个国际的货币的这个领域流通这样子 不过也因为缺少了这个美元就是的使用 所以这些信用评级的公司呢 在2022年7月就下调了这一个新开发银行的这个成绩 就是说它的信用程度呢就被拉下来了 那现在还需要就是让这个中东国家加入来增加资金的这个水位 所以说这个其实看得出来是有点危机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俄罗斯它是有百分之十八的这个投票权 所以是埋下了整个储备机制表决的隐忧 因为俄罗斯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经济也状况也不太好 然后各方面其实有很多危机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的学者阿西欧利就指出 金专国家很需要团结 但是俄乌战争若继续下去将很难克服挑战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还要补充就是说 加上了这个中印关系的复杂度 其实金专国家本来就很难团结了 对啊 好我觉得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 就是有没有可能真的是美元是可以被取代的 然后人民币的角色在这一个金专 现在变到十一国吗 金专十一国当中人民币的角色 还有我们对于金专十一国发展的想法好了 初步的想法就是芳瑜或雷豆要不要先讲一下 这我觉得这个大家很明显的这个集团就是由中国俄国为首 然后想要来做这个扩张 那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看任何一个组织 第一个要看的事情就是它的游戏规则 BRIX它本身原本是一个共识绝的一个组织 你从五个国家变成十一个国家 那你接下来要做任何的决策的时候 这个共识绝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麻烦 就是说你要做任何的重大决策 你共识绝那就很困难 那尤其是你看这些国家 其实彼此之间的差距超大的 对 很大 有那种超级反美的国家 也有跟美国其实蛮不错的国家 例如说印度 印度 然后这个巴西其实也不差 跟美国的关系其实也不错 但是也有像中东国家 伊朗 那中东国家又有彼此为敌的 你看伊朗 沙古地阿拉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伊朗跟沙古地阿拉伯 因为中国的关系慢慢和好 所以他就把两个都拉进来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那种 要卖油 增强这个生产油的 这个彼此之间的竞争跟合作的关系 然后你看像这个埃及 还有伊索比亚 这当然是南非想要增加 在非洲的这个发生权 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彼此之间 其实要凑在一起 本身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组合 那他们一直以来 都有想说要取代美元 就是让人民币的这个角色提升 不过这面临到好几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说 中国现在自己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人民币已经没有足够的发行准备 也没有足够的发行的这个担保 你看中国的国内 现在已经可以在使用 所谓的数位人民币 意思是说 他的钱已经虚极化 那你虚极化怎么样拿来 当成国际上的这种交易的 这一个标准了 你就是没有人民币了嘛 所以你只能在国内把它虚极化 那你虚极化之后那 你总不能在国际上的交流 也是就是用这种数字跟人家交流 这是一个空头的 等于是一个空头的东西 既然是空头的你就 对啊 你就不可能把那个空头的东西 拿来当成你的储备 银行的储备 或者是拿来当成那种交易的 这一个最主要的媒介 所以其实人民币自己 有蛮多问题需要去面对 那这当然就是说 他们自己现在也在想办法 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继续看 这个大概到底会怎么样发展 如果他变成金本位了 就回去到过去变金本位 这我不是国际的贸易的专家 我不太知道到底会是怎么样 好的 这个我自己再去做多一点研究 我们再来讨论好了 对 其实取代美元这一个议题 其实从中国开始去主导 上海经济合作的这个组织 还有就是亚洲基础建设 开发投资银行 就是亚投行 这一些新的机制 当时的新机制 出来的时候都一直被讨论 可是其实在国际经济 或者说国际的这个货币的政策 这一块 有一个理论就是 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被突破的 叫做不可能的三位一体 的这个政策 就是说你一个货币 它如果要成为国际货币的话 它没有办法同时满足 就是三个条件 就是这个三个条件 应该说三个状况 是没有办法同时具备的 就是你如果具备其中两个 另外一个一定要被牺牲 这个三个条件就是 你的资本要自由可以进出 就是这个国家 那你就是代表说你不可以管制 那另外一个是汇率 就是如果你要固定这个汇率 那你就是也可能要牺牲 那另外一个是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所以这三个东西 你不可能说 我要维持独立自主货币政策 然后我要维持固定的汇率 可是在同时我的资本 就是这些钱可以在我的国家 跟其他国家之间自由的进出流动 这三个不可能同时具备 一定会有两个就是可以 但是一个不行 不成立 所以这个东西 光从就是人民币的角度来看 它固定汇率是它一定要的 它不想要让人民币变成是浮动的汇率 那它也想要是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 那中国没有办法让资本自由的进出中国 所以这些东西是绑在一起的 从这个角度 现在就是越听越复杂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 目前没有任何的货币 可以去突破这个问题 然后去取代美国的这个美元的地位 除非像可欣说的金本位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可以吧 但这样就是 就像刚才提到 就是中国它如果想要持续 它这样高度的管控力的话 那基本上它 就还是要提升它的人民币嘛 就把它人民币取代美元 但是就人民币取代原因 就是如果它要有这么高的管控的话 就会碰到刚才Leto讲的 不可能的三位一体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继续 去观察好了 我自己个人问问为 就是我们不忘记哪一集 就前几集我们不是讲到 各种的framework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一 就是break stand 就是一个framework 那它到底会怎么样去发展 就像是 我记得一开始金砖四国 提出来是2001年的时候 就是之后几年又变成金砖五国 那其实坦白讲 他们从2001年到现在 已经二十几年过去了 就是并没有看到太多的 有金砖四国之间 或者金砖五国之间 他们除了有一些会晤 或是有一些的讨论 但是或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开发银行 但是它造成的实质的 这一个开发的行动 我们并没有看到 它的重要性出来 那我个人认为啦 就是这些经济体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经济体 我觉得他们的成长 我认为会是有限的 因为我觉得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需要投资人的信心嘛 那这个信心它必须要包含 就是如果你要有信心 你必须要包含这些 很多的避险机制 然后成熟运作的这个法制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机制 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十一国当中 它的法制基础 并没有非常的强认 再加上就是他们 从global governance的角度来看 刚才说中俄他们想要提升 就透过他们这个framework 去增加他们的影响力 我个人认为 就像刚才方宇讲的 这些国家各自之间 都有一大堆的角力 光中国跟印度之间 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 那所以我觉得 他们之间没有互信 再来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 然后各自的这个法制的程度 又不高的情况下 我个人对于这个framework 并没有到太看好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关注啦 OK 好 那关于台美中心 我们这次台美中心 好像有点就是扩大 那关于这次新闻的部分 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美国新闻 好的 那美国新闻的部分 快速帮大家更新一下 就是两个大选事件 就是第一个是 DeSantis 我们上次说 他在那个共和党的初选辩论 表现的并不是太好 那他的这个 他现在Super PAC 就是他找钱的 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就代表他的那个钱 是无上限的 那他现在就是 推出了这个超级紧急 紧急的请求 我就需要请他们这些大doner 给他们donate 那对 我需要黄金 我需要 对 请给我黄金 请给我石头 有点需要人帮他 OK 现在这是DeSantis的部分 那再来呢 这一周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之前 Gen6的 就是国会暴动事件 那当时的极右翼组织 Proud Boy的两个成员 然后因为涉嫌去闯入国会 然后企图阻碍这一个 确认拜登胜选的这一个过程 那他们被控制 共谋暴乱罪 那这一周呢 已经确定了就是 应该说上周啦 上周四周确定宣判 就是一个人是17年 然后另外一个是判刑15年 所以就是 这个是被法院 确证确凿 对 被法院确证 确立的一个犯罪 OK 好 那这个会如何去影响 接下来大学 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情 反而让 就是川普增加他的support rate 我们得再观察一下 OK 好 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一件事情呢 是美国的药品大战 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多 我们可能就快速讲一下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最近台湾也开始 越来越多人在讨论的一个事情了 OK 那就是白宫在9月1号的时候 他们就说美国将计划提拨4.5亿的美元 折合新台币大概144亿台币的资金 用来打击药物过量的现象 那就是现在 尽管美国的这个药物成瘾危机非常严重 但是白宫他们说就是 因为药物成瘾而上命的这个人数 已经趋缓了 OK 但是还是很严重 我来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好了 2022年全美国死于吸毒过量的人数达到11万 他这个人数呢 是超过车祸死亡的人数 然后是整个美国意外原因排行榜上面的第一名 那美国的监狱里面就有26%的人是毒贩 OK 那刚才讲到就是说 2022年美国吸毒过量的人是11万 那来跟大家用另外一个数字比较一下 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诺曼地登陆美军死亡人数是3万 That's the number 那再来呢 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大家提到美国药物滥用 如果有去美国旅游的人 可能都会看到路上的 尤其在旧金山啊 这些地方会看到很严重的游民的问题 那甚至你会看到他们 手上就是有针头的 就是这些是存在的 我不知道Lado或是方鱼 方鱼之前在DC有吗 应该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比较少 但是路上都会闻到大麻味啊 有些地方 但是大麻倒是没那么严重 因为大麻是相对 相对这个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毒品 但是其他就还蛮严重的 我是之前在旧金山的时候 常常在路上 对就闻到浓浓的味道 然后看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看到都是街友在戏 然后非常的嗨 会唱歌跳舞 很像在看街友 那应该都是麻辣 但是比较问题比较大的是 真的就是 药物滥用的这个问题 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后的 整个系统性脉络上面的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这其实可以追溯到美国非常有名的大药厂 叫普渡制药 那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药物叫做 这个止痛剂啦 叫做藤屎康定 那他这个药物呢 就是他就是含一个东西叫芬泰尼 那他是基本上就是人工化学合成的这个鸦片 他的药效是马非的100倍 海洛因的50倍 那他的成瘾度就是危险度也是蛮高的 那我身边有一个人 他曾经有用过藤屎康定 他那时候就跟我说 他觉得就是使用完之后 感觉非常的舒服 就很像是睡了一个很棒的一个觉之后 醒来非常的舒畅 对 但是 就是 就是这颗药物有多么的神奇 让大家可以 好像 焕然一心里一样 但很多人的这个厄运 就是从这一颗药物 就腾食康定开始的 因为这个药 他当时是标榜12个小时服用一次就好 但实际上呢 他12小时之内 他的药效就会结束 那普渡制药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普渡他在 就是他们在行销 他们有个很强很大的 整个行销网络 这个大军 他们跟第一线行 就是医事人员在推销这个药的时候 他们就刻意的回避 这些药物的成瘾性 那很多人就是在没有意识到 这个成瘾性的情况下面 然后又不 又以为 就是又跟他讲说 12小时的药效 但他一下子就结束了 所以他又要再吃 又要再吃这个药 所以他就开始对这个 藤史康顶上瘾 然后上瘾之后 又会有阶段反应 然后可能又让他们去寻求 更进一步的海洛因啊 或等等的 会变成毒虫 那这个 这一个process 不是只是几个个案 是很多很多的案例都是这样 甚至 推荐大家读一本书 叫做疼痛帝国 他就在讲这整件事情 然后他有中文版 就是台湾有翻译出来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 他就是解释 这个普渡制药 还要背后创办人的 这些整个家族的故事 那很多人真的就是因此而上命 那这么好用 就是这个藤史康顶 也流入 你看一个药 而且是 就是 是这个叫什么 prescript的药 怎么讲 处方签的药 他就变成流入到街头 成为毒品 那一开始 美国的这个药物管 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他们也有限定 就是分泰尼 只能给癌症末期的人用 但是呢 普渡一样 就是普渡制药 他对 他的影响力很强 然后他想 他就降低了这个FDA的这个限制 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些不实的广告 然后把分泰尼 这个疼痛 这个疼痛剂定位成 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安心服用的药 OK 所以从1999年到2020年期间 美国有超过50万人的死亡 都因为跟这一颗药 或是跟这一个普渡制药 是有关系的 然后这50万人是死于鸦片类的药物滥用 那这个坑石康定 刚才讲的这颗药 就是其中一个元凶之一 那我觉得 讲了这么久 我觉得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 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会在讲 就是说 美国这些 美国的这些游民问题啊 然后 就是这些人很 很不努力啊 然后或是 甚至还会 你知道游民问题也被中国拿来当成他们 就是批评美国就是散布以美论的这一个其中一个点 然后 不是不能说以美论啦 就是批评美国的一个点 那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 等一下就讲的好像中国没有游民一样 但是确实美国的这个问题是蛮大的啦 中国没有游民 而且中国没有青年失业问题 对啊 就不公布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啦 但是 但是 就是美国这件事情是真的存在 那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啊 就是这些人不努力啊 就我身边很多人 就是 可能一些长辈 就是这些毒虫 然后就不要理他们 但是其实这背后 是有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 这背后跟这个 制药业的资本问题 有 制药业的这些问题很大 那我觉得现在也看到 这个毒瘾的问题 已经成为美国的 很重要的一个 公共政策上面的一个重要的 就是一个议题 然后 我在COVID期间的时候 我可以快速讲一下 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在COVID期间的时候 一直很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我身边有一些人 他们就一定相信药厂 就是有阴谋 就这个COVID 是由药厂散布出来的 然后为了跟 就然后跟美国政府勾结 去谋财害命 很多人相信 那当我问他 他说那你有没有证据 就是他们的回复都说 你这药厂都这样 你这种事情看多 药厂就是这么坏 那我一开始 我真的从台湾角度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台湾 台湾的健保制度之下 药厂还蛮辛苦的 但在我看完 就是了解了 滕石康定 普渡制药 还有这些 美国药厂很多的 还有美国这些医疗产业 整个的问题 就我慢慢的能够理解说 这样子的阴谋论 虽然他真的就是阴谋论 但是他是有原因的 就是大家对于药厂的 这个信任度真的太低 他觉得药厂就是来害人的 就是为了金钱获利而生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 美国现在真的需要 好好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中国在这个 在这些事件上也有一个角色 因为就是芬太尼的这一个制造 在中国是 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的 但是其实 讲到最回去 还是把历史翻开来 其实跟这个药厂 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啦 中国就是一个供应商呀 就是其实美国的这个问题 就是对药厂的不信任 也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像我最近在公事 看到的一个纪录片 他是从澳洲的公共广播公司 他们去制作的纪录片 然后他叫做 维生素的异想与真实世界 他从这部纪录片里面 他就讲了美国的制药体系 是怎么影响全球 因为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所以包括药品也是最大的市场 那他的规定会影响全世界很多国家 那从维生素这个角度 维生素一开始 美国政府是有想要规范 他说你要有精油实验 去证实你有疗效 你才可以卖 可是后来 后来就是美国的国会 因为药厂的游说 而通过一个法律 是无限期的禁止美国政府 就是禁止FDA 就是去检验这些药物 因为原本FDA一直想要提法案 去把这些东西都纳管 但是药厂就是游说国会 而且就是授权 就是说无限期 反正这个维生素这些东西都不是药品 就不被归类在药品 所以FDA也不可以管 然后你就是back off 就是不要管 那这个东西结果就变成 变成一个空白授权 导致现在我们所有在市面上买的这一些维生素 其实他都不需要有这些实验 而且这个实验就算厂商宣称说有 但是他们也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那这样子的背景 其实就是造成很多美国人对于药厂 就是这个跟民主之间的这些制度的信任度都下降啊 然后甚至也造成就是大家可能会在一些美国的好莱坞的电影 或是影集里面就看到说这些毒虫 就是都会说啊 就是他要去别人的家里偷什么止痛药 或是什么从亲戚就是开的那个药方他要偷来用 就是那些有有有有药引的 然后大部分都是就是对止痛药有诚意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讲 一些一些实际的例子啦 嗯 好呀那还是啦 那就是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疼痛帝国这本书 那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那也是把这一个议题的深度 然后他对美国的影响 这个药品大战 这个芬太尼大战 嗯 把它解释的很清楚 那这真的是美国现在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呃 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那这样我们最后最后最后的时候 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我们刚才在金砖十一国的这个新闻当中 就有问大家那请问薄荷四国MINT MINT是哪四国 答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 是M是墨西哥 I是印尼 那M是奈及利亚 T是土耳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MINT这四个国家呢 好啦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啦 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 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 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 而这个Podcast就是服务现在太忙 只能有耳朵收听新闻的你 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 那听到最后 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观测站帮我们按赞哦 我是可欣 我是芳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再见咯 Boseme 我 是 感谢观看